你能想到一位瘫痪在床的女子通过自学绘画成为画师吗? 她叫张俊丽,家住山西古郊市, 八岁时因患肋风湿性关节炎导致全身瘫痪, 至今已有三十多年,但她从未放弃过对生活的希望。 为了养活自己开始自学绘画, 手关节不灵活,她就靠肩膀一点一点地带动画笔, 每天绘画十几个小时, 靠着数十年如一日的坚持获得了许多绘画大奖。 祸床长达三十七年里, 她用指缝卡着画笔, 创作出了三百兜幅绘画作品, 画出了星辰日落枫叶白雪, 田间风景沙滩海岸。 从小喜欢大自然的她, 最大的遗憾就是不能亲身体验山川大河, 但是她可以用手中的画笔来一趟说走就走的旅行。 如今虽然她只有双手可以活动, 但她活得比我们每个人都更加的真实, 都更加的热爱生活。 为她点赞。